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添加了几种付款方式 介绍了支付宝 微信还有银联京东 京东我们也有介绍啊 其实京东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支付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两种付款方式 一种是自动扣款 这种是要求比较高的 一般的是需要用户手动来完成支付过程的 我们讲的是这种实现支付的页面 然后添加了我们实现了一个银联的支付 加入他的SDK 怎么适应C++的话 需要MMGLA ATS设置 就是苹果iOS新的插扣子里面 新增加了一个传输安全的一个设置 开发包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百度的支付宝的银联的还有一个ping加价 好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啊 大家都可能用到了一个手机号 现在呢 手机号认证的越来越多 怎么实现手机号确认的这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youtube 他这个就是 验证你的手机号是不是合法 给你的手机号发送一个验证嘛 然后这里边输入 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啊 如果你输了第一位 自动的焦点会获得啊 第二个可能这个地方就会获得焦点 啊 这种输完第四位之后 界面自动的去验证 执行验证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一个 全手机号的这个页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里边呢 我把它的图已经考出来了啊 这就是那个输入框的一个背景 然后资源文件 资源的一个文件呢 看一下啊 这里边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页面我们已经 啊 做出来了 具体的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输入第一位之后 第二个输入框获得焦点 他输入完之后 第三个输入获得焦点 啊 这个输完之后 第四个获得焦点 第四位输完之后 自动的执行一个验证的过程 啊 大概的流程就是这样 啊 这里边呢 这个我都是写死的 大家可以去动态的去根据 用户当前输入的手机号来显示 我们主要讲一下 它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原理 啊 这里边呢 每一个输入框 我们有四个输入框 它都有一个事件 就是在改变的时候执行我们的这个事件 我们来自动让第二个来火的焦点 就是在这个 value change里面来进行更改的 这里边还要讲一下 更改键盘的一个属性 啊 NumberPad 就是数字形的键盘 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 这里面只有数字 好 这就是这个界面资源文件 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代码啊 具体的 我们设置了下我们导航栏的一个标题 给它设置了一个关闭按钮 啊 它的一个关闭之后执行了一个具体事件 这是我们在记忆内里实现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先先把它注视掉 注视掉 我们增加一个入口 就是显示我们验证手续号的这个页面的一个地方 比如我们在添加付款的这里边 添加一个导航栏上添加一个验证的一个按钮 是不是是不是挡上了右边的这个按钮 我们去准处 好 我们实行一个函数 翻个圈堵 把它拷备过来 好 这里边就是显示我们的这个验证的这个页面 nide page nide page 我们把它设置一个导航 做起银线的这个页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它设置一个页面 开开 NegationController NegationController 这样我们这个按钮就页面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运行一下 由于为了演示我们方便的 我把这里边的动画启动图 我们当时讲的时候讲了一个动画 你们都去掉了 点注册 这是我们第一步 这是建立基本资料 那这里边支付宝 这是这个页面 还可以看一下它没有线 其实这个是它这个模拟器的一个问题 其实它系统自带的 我看了一下 我们找一个这里边 看模拟器的问题 我们不用管它里面 你看这里面都没有线 滑动的过程中才会出来线 这是表格的一个问题 看又没有了 这个我们就不用管它 在真机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这里面点出来验证的按钮 点击验证 就出来我们的输入框了 这里边我们把键盘显示出来 模拟器里边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的 看这里都没有线 这是看模拟器的问题 我们不用管 123只有数字行的 我们输个1 然后这时候我们还需要手动点一下 出入2 这个键盘我们再显示一下 2 然后再3 4 好 这样输入完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按钮来进行一个验证 所以我们实现支付 实现优博这种效果的话 我们这里边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在 在用户进行输入改变的时候 我们获取到事件之后 看我们这里边 我们给每个 再看一下 我们给每个输入框 设置了一个 tag 这个的tag是1 这个的是2 看这里边 这是3 4 方便我们在这个试图上进行 一个快速的一个查找 首先 我们获得当前选中的这个test view的一个tag 然后如果当前的文本 当前的内容 是空的话 我们这就是我们说到我们的一个 删除的一个过程 删除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把光标往前移 往前一个text will移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 就是 当前输入框的 左边的一个输入框 获得到了之后 让左边的输入框获得焦点 这是删除 这是删除 然后输入的时候呢 如果它的小于4 我们因为最高的是4 我们获得next 这里也能叫next 这里相当于是右边的输入框 的一个对象 然后右边输入框 我的焦点 如果当前的这个tag 等于4 说明我们输入到第4个了 然后我们就主动的 执行一个验证的一个函数 这里边我们没有具体的一个验证 大家如果没有服务端 这里边就是看到这个效果 如果验证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退回去 或者我们显示 我们的首页 到下一节课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里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点注册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点验证 我的键盘出来了 然后点1 然后这里边就获得 焦点了 我再点2 他又获得焦点了 再点3 这时候我如果点删除 它就自动的 左边的对象获得焦点 再点1 好 再点删 我这时候如果输到第4个出 输入完了 自动执行验证过程 验证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说的 说的这个验证的手机号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有没有 我们找一个图片 看我们的桌面上 我们的效果促态里 有没有一个 资源 Close 把它加到我们的资源里边 因为这里边 它有一个关闭的按钮 就是这个按钮 没有出来 我们把它 看一下 Close button 放到我们的 这里边 这里有了 我们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资源里边 battens dose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里边就出来关闭按钮了 我再点 123 4 这就是验证了 如果我再点删除 看这里边就自动的 它的焦点一个往前移 输入的时候往 往右边 给关闭 这就关闭了 我们验证通过 下一个课 我们可能会就到这里 如果验证了 跟服务端进行个交互 验证通过之后 我们就进到我们的首页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 好 这个页面 手机越来越经常 我们看到的一些APP 都需要用手机 来进行一个登录 这个页面也是非常常用的 大家可以再去 用到这种思路 还有就是 如何来让它的光标自动移 前后移动 好的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